开奔驰E300的根本不会正眼看小米苏七一眼 但是开小米苏七都认为奔驰E300才是小弟 不服崩一下 21万开完小米苏七再开朋友奔驰E300 差太多明显不是一个档次了 雷军发布会也说过 小米苏七是定位中大型豪华C级轿车 跟奔驰E级定位相同 那么奔驰E300时尚型起步就要49.98万 50万了 并且全系没有市区都是后驱动版本 冬季下雪可见一般 而小米苏七后驱动版入门售价21.6万 价格整整相差了30个W 那么实际体验差距有多大呢 奔驰外观内饰雍容华贵 一直都是C级别轿车的一个标杆 奔驰一级分为标准版和运动版 带来了两套不同的视觉风格 标准版力标大奔 再度致敬过去的大奔样子 大面积使用盾形进气格山 彰显稳重大气 而运动版进气格山 使用了满天星的中网设计网风格 就是凸显运动 中央设计成大奔的三叉车标 内饰更是豪华 从做工用料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中控匹配14.4英寸触摸屏 以12.3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 使用高通骁龙最新的8295芯片 使得车机更加流畅 而且还支持多生态应用功能 并且在多屏幕上同时使用 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 还是空间都要碾压小米苏七 由于两款车型定位取向不同 小米苏七虽然车长5米 但是空间很挤 后排也挤 直顶头 小米苏七外观就像极了保时捷Tiger纯电动 后面电动尾翼设计可以下压重力 车身设计17个封口 8个封道 无边框车窗 虽然是单程的 但很厚 更衣效果不错 把风的阻力做到最小的0.195 激光雷达 无边互视镜 设计成电动整个调节 而不是指示调节镜片 小米苏七的座椅 使用的NAPA真皮设计 用料豪华 但是做工一般 缝隙粗细不挡 方向盘红色旋钮 很动感 很运动 中控一块 16.1英寸的冲破屏 3K的清晰度 使用小米自己的澎湃OS智能系统 配合互联网生态 小米苏七使用前双插臂 后多连感旋架 顶配插有空气旋架和软硬高度调节 双插臂旋架能够有效 一直刹这点头 防止车楼行驶当中发生测清 增加稳定性操控性 而奔驰一级使用前后多连感旋架 全系标配 悬挂软硬调节和空气旋架 动力对比 我们就用21.6万的 单电机小米后驱动版 可以增幅奔驰1300版本了 奔驰1300 搭载2.0T四缸级 扭矩400 马力258 0百加速6.6秒 而小米苏7匹配比亚迪磷酸铁锂电池 容量73.6度 单电机就可以达到400的扭矩 功率299PS 实际续航668公里 5.28秒的加速能力 电机带来的信线性加速 的确不是奔驰1300的机械动力能抗衡的 但是苏7在隔夜进行胎照风照上面 是远远不如奔驰一级的 并且小米苏7品牌的影响力 也无法比拟奔驰一级 苏7虽然是小米汽车第一代产品 在各个方面都很优秀 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同样是中大型C级轿车 网友朋友们有何感想留言讨论